但是叫做恨好,或者這麼說 起碼你剛才數了一堆因素來講 我覺得當中也有少許可能是偏好一點的因素 相比第一季,可能基本上沒有好因素來計算的話 特別二、三月,其實根本上數不到好因素 但是我想這一刻比較好一點 或者可能有個憧憬,都是內地那邊 其實看看大家怎麼看 數據昨天出來沒有財差,PMI 甚至近期的數字也看到 內地經濟可能是第一季,可能還在放慢的增長 甚至乎現在的疫情,深圳之前封了城 上海又半封城了 那面上這些因素,我想都令到第一季內地GDP 應該基本上都不用怎麼有很大的憧憬 但是大家也知道之前工作報告 看到今年要定5.5個目標,那個增長 所以預算了可能二、三、四季要追 你可以說內地以往要做的事情都挺大機會做到的 但是始終要追的話,應該都要下幾大力的 那算是要你下幾大力來計算 其實就預算了可能真的 接下來這幾季,無論貨幣政策 或者是財政政策都要做多一點的動作 那這個其實可能會對市是有一點的幫助 都不出奇,但是這個真的要再忙了 所以為什麼衍生到大家,就是昨天開始聽到 就是覺得第二季 就是減息降準的機會性很大了 所以這個也是有機會阻礙著港股的一些主因 那但是我想暫時我對第二季整個市況的看法 特別的波幅 應該就沒有第一季那麼誇張的了 因為第一季的波幅就25,050 最高,最低18,000左右 沒錯,那其實高低位是6,815點 那其實6,800幾點,其實很多時候是整年的波幅一樣的 那所以我想第二季就應該沒有太大幾月會升穿這25,000樓上 以及跌穿18,000樓下的 應該都計算在這個範圍裡的了 那甚至我覺得會摘一些 我只覺得如果真的向下再穿 例如可能21,200這些近期低位的時間 可能季內有機會試一試借近2,000邊 補回剛剛3月中急升上來的那個上升列後 那2,000我覺得會有機會是可能這一季的一些低位附近 但是上面就可能約23,000或者23,000鬆一點 那我覺得這一季大概3000點左右的一個波幅會比較合理一點 那還有你看到近期,始終經歷完大上大陸之後呢 這一轉開始就雜負上落為主的 還有成交都縮一點點 雖然你可以說因為沒有那筆稅了 但是我覺得開始,雖然事件上我還是要忙 但是在一個交投資金面方面來計算 其實慢慢就回歸平淡一點 所以我想剛才說的是整季的大概預期波幅 但是如果你有發現短期來說 也是很明顯的了 就是看圖表近期的環區間 21,200到大概2400 這些是一些短期的範圍 我想要真的突破到哪一邊的 那可能方向才稍微明顯多一點 但是如果說真的投資者 在第二季操作上有沒有什麼要留意呢? 例如好像現在反動到差不多 好像又已經戳住了 那究竟是大家停一停 什麼都不要碰住 還是不是都可以開始有部署 還是會不會有機會下一些又有吸引的股份呢? 你自己有沒有什麼建議? 如果你說策略上說 我覺得就是先說一些可能短期 因為其實如果你說中長期來計算 我覺得其實這些位置也好 或者當然之前可能2萬以下 1萬、8萬、9萬的更加好 其實那個分別就不大 因為始終本身去到現在2萬、1萬、2萬、2萬都好 其實港股如果你論過股值 大家都知道還是很便宜的了 就是你無論市盈率、市盡率 甚至納了指數的息率 其實三者都是處於一些歷史的吸引位 那所以如果你說付一個中長期 我覺得其實位置上說 就是點數上說 其實差異不大 繼續可以選擇好的辦法去分注去買 這個我想中長期就沒什麼太大改變 因為不是每次都能夠下1萬、8萬、9萬給你再買 所以就繼續是這樣 那麼